小朋友新宗大阪有轮备鸡 整天了很多食材 乎人家人客家文化解开无意识 在这个星期六就要既行 新闻单位就要邀请三千玉林 航来菜鸡 替外农作诗 今年的主要就是 我们要配合农伯 然后配合ET 来到我们这个轮备 所以我们有很多单位 他们用尽他们的巧思 把我们云林县的特有的农产品 做成成品 然后带上舞台 这是其中的特色之一 今年自然客家文化解 用ET 外星人作为主题 我同当天没有过来看 今年自然客家乡亲的冲心含冲椅 我同配合农伴农业 派人会就要来到 营充今年的菜鸡丸奥 特别製造了美酒农业 营充业参品 营充丘米的素材都是今天的主角节 在今年的照安舞化节 我们推广的是在地最新鲜的食材 我们台湾米 尤其我们云林的米 是最新鲜最道地的 所以我们这次借由 照安舞化节的这个活动 我们叫全部的小朋友 大家都要来吃台湾米 营充业 普通常要接触 不可以不敢吃 因为这都是农民 心情靠靠靠生 我们也希望 平常我们在学校 要教育小朋友 这个蔬菜水果的营养 它的很多的成分 都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所以我们希望因为这个活动 让小孩知道 农业重要 因为这个是很有创意 跟我们学校的创意特色很像 那我们也希望结合起来 把我们的创意再发挥极致 小朋友可爱莫姨 故人是最佳活动的代言人 今年这段客家文化节 虽然开博式有拖板 但是其他地区的开博活动 都已经在特色进行当中 因此主板开博医生的轮廳 特色协会 不仅仅仅是用尊专利 要有乡亲一个难忘的体验 记者的鞭杆充博多